我的爱用品单元 老规矩我的爱用品里面就是吃的穿的用的都有 然后今天呢一共是有10样单品 其中只有一样是之前合作过客户送我的 其他的全部都是我自己真金白买的 所以大家放心种草哦 先从食物开始 首先呢就是这个Belenti的这个咖啡胶囊 这个之前在Vlog里面就有提过 我手上这些是我的囤货 然后我手上是有这样5个味道 分别是巧克力焦糖、红茶、无糖和微糖 它的样子做的就像果冻一样很便携 然后里面就直接是咖啡叶 我觉得这个玩意儿真的是太适合夏天了 因为它就可以直接拿冰牛奶或冰水一冲就好了 特别方便 我最近是有稍微克制一点没有猛喝 我前段时间就是刚刚买到的时候 基本上一天两颗 然后早上我一般有消肿的需求嘛 我就会喝无糖或者是微糖的 下午的话主要就是提提神 我就会喝这个焦糖的 然后像红茶和巧克力的 它里面是没有咖啡的 就随时都可以喝 我给自己来一杯 然后今天用的牛奶是溜贝 我觉得牛奶的话都差不太多 每日优先的那个最好喝 那个会更鲜甜一点 然后我用这个小杯子的话 就是刚好一颗 如果我用一个大一点的马克杯的话 我就会给两颗 是我喜欢的味道 然后这个我也不是第一次推荐了 所以也收到过一些反馈 大家有的会觉得焦糖的 稍微偏甜那么一点点 我自己是觉得刚刚好 这个真的是我最近除了酒以外 最喜欢喝的东西 然后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平时喝的搭配 首先我自己是配牛奶 基本上就是我在河马上 看着哪个牛奶有优惠 我就买哪个 像无糖的加巧克力的 加牛奶就是摩卡味 然后像焦糖的直接加牛奶 就是我刚刚喝的那种 就是焦糖拿铁味 然后红茶加无糖的 再加牛奶 就是红茶拿铁味 然后我还看到有妹子说 可以把它焦在那个香草冰淇淋上吃 想想也蛮爽的 这是今年唯一的食物 就是这个咖啡 然后是一些用在脸上的东西 首先是这个 是一个成分 主要是维C的精华 然后这个精华呢 我这有一罐是已经用空了的 挤不出来了 然后这一瓶用了也有一半了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 然后这个精华的主要成分是维C 维C大家应该都清楚吧 就是美白呀抗氧化呀 之类的效果比较好 我当时用第一瓶的时候 其实使用感并没有很明显 因为我当时就是早晚都随便抹 也没有去特意观察自己的脸 就是会觉得 这段时间的肤色好像还可以 就看起来比较透亮 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直到我三月份的时候 去了一趟泰国 回来之后我就觉得 好像我的肤色有变暗一点 就是我觉得我没有晒黑 但是还是有稍微的暗黄一点 没有原来那么透亮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用什么 我就隐隐约约觉得 之前用这个好像有点效果 所以我就又买了一瓶 然后这瓶我当时收到了之后 又怼着连续的用两个星期 就用了大概一半的样子 我当时就很明显的感觉到 我的肤色在那两个星期 就亮了起来 我觉得它没有那种 非常显著的 让你直接白一个度的作用 但是它会让你的肤色 看起来透亮一些 我这段时间没有用 是因为我脸上有点敏感 我就不太敢用这种 功能性的东西 我就会用保湿的修复之类的产品 然后我用精华的量 一般都特别大 我就是一管一管的用 用少了是真的没有什么效果 没有什么效果就别用 然后它的内容是这种 淡黄色的液体 可以看到流动性还蛮强的 然后非常好推开 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 然后关键它这个气味 我也很喜欢 它是那种很清新的 闻起来有一点点甜的柑橘香 然后上脸也是那种 有一定的保湿力的 不是那种完全水状的精华 然后价格的话 这个也就在一两百的样子 看不同的活动力度了 所以综合从使用感气味 效果和价位 这四个方面看来 我觉得这都是一款还不错的 性价比挺高的抗氧化的精华 然后是腮红 就是这个 essence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系列 这个就是你们询问度最高的 就高到什么程度呢 高到我都已经回答了很多遍 我只要在我的输入法里面打ES 它就会自动的关联出这个单词来 这个我也记得我也就是闲得无聊 不知道看谁推荐的 然后我就买了 然后它特别便宜 好像才二三十块钱吧 我印象里这四个加在一起 好像是一百块钱的样子 就真的买起来完全不心疼 然后我手上的这四块 好像是三个系列的 我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两块 然后我今天脸上用的是 这一块是10号Sign Coral 然后它是一个这种非常有气色的 奶油珊瑚色 然后如果厚涂在手臂上是这样 它按四号来讲的话 应该是会有一点点 撕断光的那种妆效 但其实我觉得它上脸 拉近给你们看 但是我觉得它上脸的话 整体这个妆效还是比较雾面的 就不会说很显毛孔 然后这个20号呢 会比这个10号要再深一点 裸一点 我就喜欢用它打在两侧的地方 然后用的没有特别多 然后这一块呢 是马赛克的20号 叫All You Need Is Pink 这个我一般也就这样混着 刷一刷 然后上脸 这个的颜色的话 就会比我脸上这一块更粉嫩一些 然后30这一块 我用的真的比较少 没什么感觉 总之这个腮红 我觉得就是便宜好看 但是也是有缺点的 我觉得它的妆效 没有说特别持久 可能我早上出去到下午 脸上就没有什么腮红了 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包装 因为它便宜嘛 所以它这个连接的这个地方 特别的不结实 我这个已经裂了 我就不知道它哪一天会分湿 但整体来看的话 还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腮红 再然后也是一个 就是近期询问度还比较高的 就是我嘴上的这支唇膏 废话不多说 咱们拉近 这个是美宝莲 Super Stay系列的唇釉130 它是一个这种珊瑚奶橘色 然后这种颜色呢 就会比砖红色稍微明亮一点 然后又不会有那种橘红色 那么的眨眼 它就是那种介乎 这两者之间的一个 我觉得蛮日常的颜色 然后基本上我最近 只要是不知道涂什么了 我就会不自觉的拿起这一支 然后手臂湿色 我感觉会比嘴上的稍微红润一点 因为我自己唇色比较深嘛 然后它这个唇釉的质地 是那种比较厚的 在你嘴上扒得非常牢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晕开 也是一个非常好看 非常嫩糊的颜色 就是如果你上嘴一下 把它弄开的话 就会非常考验你的手速 因为它干得很快 然后只要它干透了之后 它一天怎么都不会掉 就是不管你吃饭 喝水 上山下海 它都不会掉 除非你拿眼唇卸妆液卸它 所以这一支 我就非常喜欢在我出门的时候用 因为我出门 我不是很喜欢一直拿着口红补来补去的那种 我就喜欢这种持久力非常惊人的 然后因为它这些特质就决定了它的这个质地 它上嘴是那种有厚重感 然后还会有一点碾嘴的 然后像这种哑光质地的自然也会显唇纹 所以总结一下这个唇釉 就是我非常喜欢它这个颜色 我觉得很日常 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它的持久力 但是它上嘴的舒适度一般般 然后就是这个片状面膜 这一把是最近在微博上薅的羊毛 就大家发什么9块9一片 然后我就去买的那种 买了这么多 然后这个是618前半个赛段买的欧莱雅 这个也差不多算下来是10块钱一片 然后之所以放在一起讲呢 是因为我觉得这些面膜对我而言 基本上都是起一个保湿的作用吧 我真的不会指望一个10块钱的面膜 对我的皮肤有什么改善作用 就把最简单的保湿能做好 我就很满意了 为什么会突然把片状面膜放到爱用品里呢 是因为我在接受到一些关于护肤的资讯 比如说敷面膜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敷面膜会对皮肤造成负担 再加上我自己皮肤会稍微敏感点之后 我就会觉得敷面膜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我就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敷面膜了 然后因为好到羊毛了嘛 就买到了买到了就要用嘛 所以我近期就尝试性的用了几片 然后觉得好像还不错 这些面膜都是 就是我用过之后我都会觉得 我整个脸上的保湿度 包括第二天上妆的服贴度 都会比美肤之前要好一些 还有点我忘了说 就是我原来年轻的时候敷面膜真的是没有用 就是敷完之后看不见任何效果 也感受不到任何效果 然后对比了一下我近期的使用感受 后来总结了一下 应该就是原来真的皮肤太好了 就是也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又比较年轻 现在真的是明显的能感受到脸上的干燥啊 偶尔还会就是骑个皮啊什么的 所以我最近有事没事就躺床上来片面膜 我就感觉嗯爽 然后这些面膜我觉得用下来 在我的脸上差别没有特别大 我觉得像10块钱左右这个价位 应该也就只能有这个功效 我不强求不强求 再后是这个今天唯一的非自掏腰包产品 就这个Silkrin的Infinity 2.0的脱毛仪 然后这个仪器是之前有跟他们合作 拍过一期有关于脱毛的视频 如果你对这个仪器特别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看这个视频 我接下来要说的呢 是我为什么会把它选成我的爱用品 其实我最近用它的频率没有特别高了 因为我现在的四肢都用了有大半年了 所以已经效果比较明显了 我现在身上的毛发的生长速度就很慢 所以使用频率就不是特别高 大概一个月左右可能用个一次差不多 我一般是等到那个毛长起来 差不多有两毫米左右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刮掉 然后用一次这个 我觉得像这个仪器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 也就是说明它这个效果是真实的 肉眼可见的 然后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放在爱用品里 所以说呢 就基于我自己的一个体感 现在是六月份嘛 差不多就是全国各地 基本上都已经热起来了一个程度 就在这个要脱胳脱腿的时候 我身上已经没有了毛发的困扰 我真的好开心啊 尤其是像我如果第二天要穿个背心裙 要穿个吊带 我就不用一直记着 啊我今天有没有挂夜毛啊 那我穿这个衣服会不会不方便啊 之类之类的 所以我是真的觉得 这个东西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可能像这种骨头附近平时不太好刮 不太好处理的地方就会残留个几根 然后其他地方就都长得非常慢 然后像这个侧面 平时可能打的时候疏漏了一点 所以这个地方就比中间的要长一点 就真的长得很慢 这种感觉真的特别爽 然后我要强调的一点 就是像这种家用的脱毛衣 它其实的主要功能是永久剪毛 而不是永久脱毛 它会让你的毛发生长速度越来越慢 然后配合你的坚持使用 从而达到一个就是 你身上比较光优的一个状态 而不是说用了它两三个月之后 你的毛就再也长不出来了 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最大的难点 也就是坚持使用 然后像我最近四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我就会拖一下小胡子呀 还有比基尼的地方 我觉得也都很OK 所以如果会有大型的活动啊 折扣之类的 我觉得美容仪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产品 但前提是 你要选购的那个产品 一定是要针对你的需求的 而且你要保证自己能坚持的使用下去 这样才能把钱花在对的地方 再后呢是这把梳子 这个梳子我刚收到的时候 我就有发微博说过 这个真的很舒服 不行人不知道爬两下自己 就是爽 真的就是爽 你们看我梳完 头发都蓬松一些 脸都小一些 真是太喜欢了 这个梳子的牌子是Wet Brush 然后它是那种可以干湿两用的 就是你洗头的时候也可以用 然后平时就这样也可以用 这个梳子我真的是想用生命安利给全世界 就是我是一个非常不爱梳头的人 因为我觉得梳头没有什么用 你们知道吗 我平时要是扎头 我就用手扒两下就完事了 也不会觉得梳头有什么鬼用 但是自从我有了这把梳子之后 我每天一定要找它把自己爬两下才爽 就是哦 真的好舒服 因为它这个梳子是这种带弧度的 看见没 这一面和这一面 它都是有弧度的 所以它会非常贴合你的 哎呦这样好丑 把我的发际线遮一遮 它会非常贴合你的头皮 它梳在头上的感觉 就是那种像八爪鱼要的那个按摩头皮的那个东西 你同时用十个在脑袋上的感觉 就是因为它的接触点很多 那个八爪鱼可能就八个点 十个点 你们看 这个有密密码码这么多点 同时在刨你的头皮 哦 爽 真的爽 而且我自从用它梳头了之后 发现头发梳完会蓬松很多 所以我拍视频啊 或者是干嘛的时候 我都很喜欢先刨个两下 把它刨喷了 这样就显得脸小嘛 然后这个梳子我记得 我好像是八九十块钱买的 我当时不是发微博吗 就有评论里的姐妹说 明创优品有同款 才十五块钱还是二十块钱的样子 但是我后来自己有去找 没有找着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考证具体的 它就是明创优品也有这种形状的 会跟这一把的使用感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他们家那种普通版的 就是那种有一个气垫的那种 我也有买 然后给小张了 因为那个我觉得不怎么好用 就是那一个用起来 完全没有这个大耙子的这个感觉 这个最爽 所有来过我家用过这个梳子的人 都说好 再然后呢 也是一个日用品 就是这种纯水湿巾 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不怎么喜欢用湿巾的人 因为市面上大部分的湿巾 都是有香味的那种嘛 我就觉得那个东西有味道 然后我就会觉得那个东西有毒 你们知道吗 因为我总觉得 那个东西香香的 我擦在手上 我的手上就沾染了那个液体 我在吃东西 我就把那个毒吃进了嘴巴里 所以我就没有什么用湿巾的习惯 然后这种纯水湿巾呢 是我有一次在天猫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凑单凑的 凑来了之后我发现 它没有任何味道耶 它真的是水 如果它真的是水的话 那么我的心结一下就被打开了呀 不用担心它有毒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会拿它来擦任何东西 什么窗台板凳化妆桌 镜子手脸 反正任何我需要擦的东西 我都会用它 我觉得非常好用 它没有什么去污能力 但简单的 你比如说化妆的时候 手上弄脏了擦一下 OK 然后你喝咖啡 撒到眼这个台上了擦一下 OK 然后窗台上有点灰 你不想去头抹布 直接擦了一扔 OK 你收拾桌子的时候 桌子很乱 上面又有一些乱七八糟 你也不知道是污渍还是灰什么的 一张一擦一扔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好用 懒人福音 所以我基本上我自己的办公桌上 我化妆的那个小推车上 我客厅里 厨房里 我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一包这个 纯水湿巾 然后我看到很多牌子都有出这个东西 我一般就说你哪个便宜买哪个 反正就还挺好用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懒的话 值得拥有 最后是两个服饰类的产品 首先是这个黑色的口巾包 这个肯定是有出现过在我之前的 服饰类的购物分享里的 那么它今天又一次出现在的 爱用频率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真的好好用哦 就是我近段时间使用频率非常高 首先它的颜色和样式都非常的百搭 就不管我穿什么 我这样一跨我就能出门了 然后再一个就是它这个容量 日常出个门完全够用 就放两个手机 一个粉饼 纸巾 钥匙 口红之类的小东西 然后它这个皮质也非常软 你带出门塞在箱子里 也不会担心它会坏呀 或者是什么的 整体用起来非常的省心 非常的顺手 然后一个真皮的小包包 两百多块钱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我甚至有在想 要不要买一个其他的颜色 没什么可多说的 就是真的好用 然后今天的最后一样东西呢 是这一条退休的花睡裤 我给你们看看它的退休原因 能看到吗 哎呀 我的裤子 就是这个裤子的屁股 被我穿破了 这条花睡裤真的是 毫不夸张的说 我穿了最起码有七八年 就这个裤子大概是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妈妈在菜场买的 可能也就20块钱 或者30块钱的样子 然后前两天就正常的想着穿它睡觉嘛 结果穿上来之后 就一摸 我怎么穿着裤子摸到了我的屁股 然后把它脱下来就发现 我心爱的睡裤光荣退休了 就是你们看这个地方 因为真的穿了很多很多年 所以这个布料 屁股后面那个地方就被磨的 撑的很稀 可能就在那一天 它突然就被我崩破了 崩破了之后 我一脱下来发现 对面也差不多了 好舍不得它 真的绝舍不得它 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我近期的爱用 它是我这几年的爱用 我真的特别喜欢这种菜场买的睡裤 特别舒服 我今天这一条也是 你们能感受到吗 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 又软又薄又轻肤 所以穿起来就特别的舒服 然后这种裤子得去拿买呢 就是那种农贸市场周边的那种 婆婆服装店 然后里面就会全部都是那种 20块钱一件啊 50块钱一套啊的那种 的那种中老年套装 然后你就去里面找这种 稍微时尚一点的款式 你就会找到一条非常合适的睡裤 都是皮静的特别宽松 不管多胖都能穿 我是那种不管冬天夏天 我都一定要穿裤子睡觉的人 我只有穿上了裤子 我才有安全感 我才睡得着 然后我的膝盖不是很好吗 所以夏天开空调的话 我必须要穿长裤 所以今天我们最后一个爱用名额 一定要颁给我们的菜场睡裤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 希望你看得开心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也可以给我一个一键三连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拜拜 好哦 今天吃海带汤 还不错耶 其实我不怎么还吃海带汤 为什么今天突然吃呢 是因为半夜的时候 我有一个不靠谱的朋友 他突然给我说了一句生日快乐 可是今天并不是我的生日 然后我就突然很想吃海带汤 每次看韩国综艺或者电视剧里面 看别人吃海带汤都觉得特别好吃 还是不知道 那天真我觉得你最后上的时候 就不如那天还好 我也是亲自于éru 看不到 我也是亲人吃海带汤的 看到了 很冷静的 超冷静的 最后一都挺脆的 吧 在 beauty 今天晚上睡着还是明天吗? 今天晚上睡觉